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累了吗 还好 我们要不去那儿坐一下吧 好啊 走 请坐 好 我去买点吃的 你等我回来 干吗 干吗呀 疼 干吗呀 疼 徐总 你来邮轮园干吗呀 你说呢 我怎么会知道 你那赵灵芝呢 什么赵灵芝 就你那相亲对象 徐总你相亲挺灵通啊 这么关心员工一丝啊 那既然都知道了 你就别打扰我相亲 我要走了 干吗 你放开我 干吗 你放开我 拉拉扯扯的 干什么呢 放给他 怎么回事 没事没事 这是我们公司的老板 徐家修 这是我朋友 赵灵芝 你好 陈门宁对陆家的关照 你好 你也是陪女朋友出来的吗 算是吧 不过他现在 好像玩得还挺开心的 我正在找他 你们没有约好吗 没打电话给他 我打了 不过他没接 打了没接 你就多打几遍 我跟我朋友还有好多项目没玩呢 哥哥我们走 你 你放开 你干吗 其实我跟我女朋友闹了点误会 让您姐笑了 我就说嘛 像卢家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呢 你刚刚抓着她的时候 我已经猜到一样了 李琴 她就是有点调皮 非常抱歉 给你添麻烦了 许败 换成 在这儿就不要说我们家里的女生啊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谢谢您的款待 等一下 这个给你 就当是朋友送的礼物 谢谢 谢谢 很高兴认识的 陆佳 后会有期 你站住 徐家兄你人格分裂吧 在这儿搞什么乱 你昨天刚跟我表白 今天跟人家相亲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昨天拒绝我 你还不准我找夏佳 你是不是理解能力有问题啊 我那是拒绝吗 我明明就是接受 你说什么呢 我以为我们已经 已经是拿女朋友了 你在逗我呢吧 大哥 逗你 我逗你什么了 不是 你回想一下我昨天那个表情 我那个认真潜肃的态度 分明是想表达我接受你 并感谢你的告白 只不过我不太完全满意了 告白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我先来 怎么你能抢心 那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啊 而且被表白完不应该是喜悦吗 喜悦你知道吗就是笑 我还没喜悦吗 你完全没有 你一脸凝重 是个人都知道是被拒绝了 你别说话了 我头晕 那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 男女朋友 是往后拥有用我的节奏 你想得没 你走不走 我要走不开车 你走不走 我要走不开车 你的品牌也是独有 一路上从不停路过虚幻的风景 抱起着星星总有人回过头之一 而那些人就只会浪费口车都搅嚣着 我不管继续跑到多慢从不止一 Let me tell you what I thought 永远不会很累 道理特别简单 就像喝杯杯开雪 也许会被受益累 不过是一个称谓 只要对自己无愧 未来会给你回馈 No fake 如果要飞翔 不需要导航 有你的向往 改变着世界的方向 追逐的路上 如果迷失方向 不需要 心中依然能够明朗 失望或悠悠悠悠的节奏 正在地上 徐佳修 干吗 你不是说欠我个表白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 陆佳 恭喜你 也恭喜我自己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万 我们在一起了 你完了 你完了 你什么啊 欢迎光临 先生是要买花送给女朋友吗 先生小姐喜欢什么花 热恋期的情侣一般会選择玫瑰 如果觉得玫瑰太普通了 可以看看新道店的郁金香 特别适合刚刚确定关系的情侣 还有橱橘 还有波丝橘 适合性格比较活泼的女孩子 这是什么花啊 这是勺药 象征意义代表友谊和爱情 那就要这个吧 一共五百二十八 给你们抹个零头 正好五二零 没关系 现金刷卡都可以 我没带钱包 你是让我付吗 我 我来吧 我来吧 嗯 微信 你拿好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长得帅又不能当卡刷 许家修 欠债还钱 你得连本大利 你听到没 就要没事吧 就要没事吧 这么多人 你放下来 别乱动 我得跟孟甜甜说 让你少去几次火锅店 对 许家修 你知道吗 你 是我用螃蟹换来的 螃蟹换来的 我怎么不懂啊 有一个人给了我一点提示 我给你看 你看 这是我外婆画的吧 这你都看得出来啊 那这幅画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这幅画想表达的意思啊 就是 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一个男人的胃 那你成功了 这还用问吗 你怎么那么笨啊 我 我哪笨了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是个人拿个螃蟹 就可以换我当男朋友了 那珍妮斯也可以 叶洋洋也行啊 不过人家叶洋洋 拿螃蟹过来 你就跟人家跑了吧 那你快想想 那个画画的什么 就画了一个小人 跟一个螃蟹 还有吗 一个小人举着个螃蟹 重要的不是螃蟹 而是举螃蟹的人 那个人又不是别人 就是你啊傻瓜 我外婆的意思是 你只要主动向我走一步 我就会迈出剩下的九十九步 一百分 什么一百分 我是说 你这次的表白一百分 算了算了 我给你九十九分 我扣你一分 我怕你太骄傲 你